任何的条件来支持小弟 一路走来 所以在这里小弟要跟各位说声 谢谢 有你们真好感恩 小弟在这个激公事件 给多月的计划2400万激公事件 小弟为了是 要让人民知道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人民有志的权利 为什么 因为周大臣只过了八年 竟然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能力尽盖一间 千万2400万的王公 激公豪宅 他的钱从哪里来 为什么我们国家越来越退步 为什么我们的 或我们的那个马币 利率越来越下降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贪污腐败的问题 太严重了 从上头一直到往下 都是一片贪污的贪污风 所以呢 各位同胞 各位同志 各位小幸福老 为了揭发贪污 为了打倒一位贪官 选择的大臣 小弟不信任何的风险 即使今天他要输成立要起诉成立 两千万小弟从来没有提出 因为我始终相信 真理同在 人在过天在开 我们一定要把真理给卡起来 一定要打倒这个贪官 所以呢 今天小弟知道 也了解我的后面 我的后面有广大的四种同胞 全国的支持者 做我的后本 所以我从来没有退缩过 从来没有退缩过 各位好办 所以呢今天晚上 我好高兴我看到 我们的同志 还有我们的司仪 我们的立喷 我的助理 还有那个 我们的 莫写的先例言 爱你同志 他们呢 的付出 尤其是在 有梦祝美 希望相识的晚宴呢 他把他本身 15年 除了15年的不满呢 把他打碎为了什么 为了就是要支持正义 支持正义 打击贪污 打击贪污 为了是什么 不畏强贤 很自分罢贤 所以呢 他要在座的 各位同志能够抛砖引力 大家有多少出多少 尽力而为 为了什么 这个法律基础 我们现在已经在准备了 小弟在这两个礼拜 随时准备 跟别多佑 在法庭监议 小弟妹才有信心 这个案件呢 我们坚持到底 打到赢为止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因为 有在座各位你们的支持 鼎立的支持 虽然晚上 今天晚上我们只有八座 我相信 只要我们人 我们一样 每个人付出一点力量 今天晚上 我们的目标呢 会达到的 会达到 还有我们的村长 还有我们的村长 还有这个三百多选的村长 包括我们的嘉义 还有我们的那个 牧林 马荣建 这些都是我们的当地的领袖 还有四十多个领袖 各位 我们绝对不会跟他 鼓败的征钱妥协 如果小弟在庭上 打赢了天国又有存下来的钱呢 我告诉各位 我会把他全部捡给公益 复利团体 好不好 小弟结婚 结婚不为了 一分以后 如果输的话 万一输的话 小弟在全国发动 一人一言之中 绝对要跟他终先到底 他结果又在想 现在结果又在想什么 他以为 在选票上面 打不倒火 因为四十多选民 继续的挺黄绿林 继续的支持黄绿林 所以他打不倒我 打到最后 他连终大成都 结掉了 都失去了 对吗 对吗 连终大成都完蛋了 现在 他要用官司 用法庭来打倒我 所以呢 我从来没有怕过 虽然我已经受了一点点 有人问我 你说是怕他受 整个人受了 我告诉他 不是 我是减肥 为了更健康 好吗 好 我要在这里 先听一下 所以我从来没有怕过 因为 在更是上这条路 你要争取的 公平和平 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 跟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你一定准备牺牲和付出 如果不敢准备牺牲和付出 不要谈政治 不要谈真理 好不好 我认为你 我要欣赏非常赞典我们的一位同志 就是罗敬勇同志 他从年轻时代 曾经被内部安全管理 被挪去赤家里关 到现在 他还是坚持改革 坚持改变 虽然他知道 改变会辛苦一阵子 可是不改变 你会痛苦一辈子肯定的 所以到今天 我们的罗同志 已经跟着希望了 我们已经把半个马来西亚拿下来了 剩下的就是还有一个脚步 下一件大线 大家重新协力 我们要把部阵拿下来 把马来西亚前面的政党路程 改变换代 可不可以 所以小弟 这一步所来 看到 各位同志 相信父亲 你们的付出 包括我们新动党 每年的宴会 每一场 每一场 从以前的 大概是60座 再逃亡 后来80座 后来100座 120座 140座 最近180座 一直在增加我们的实力 一直在混蛋 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鼎力的支持 帕西普党 给你们的 这样的掌声好不好 所以小弟在这里 看到刚才各位 让我们人数很多 我们借到这个钱 大家不要小看他的力量 小弟不会在乎 你们出错好奇 只要你们有心 听小弟 小弟已经会很感动和感恩 感谢你们的力量 每一个人都有一尊力量 虽然他的力量 你看不到 你感觉到会有渺小 可是这个力量 他会感动你 会感动你 相信他 相信他 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会 永不忙 之前 节度会做到更好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